Hello 大家好 我是杰哥 so 今天我们就来评测有关 OPPO Reno 12 Pro 不是它整体的硬件配置的体验 而是它的 AI 到底有多强 讲到 AI 就不得不说三星 三星应该不算是鼻祖 但它是最先用这个 AI 来作为主打 你会看到它写出一个 AI 特别大个的后续呢 屏林扒朗各自品牌都出自己的 AI OPPO 也不例外 然后过去的10年 OPPO 就已经申请 多达5000多个人工智能专利 其中有 70% 是focus on 人像拍摄 还创建了一个非常大的语言模型 LLM 然后它把这个大数据加载到它的设备里面 让整体手机更加 AI 当然 Samsung 之前就主打这些东西嘛 而 OPPO 是后来到底会不会长江后浪推前浪呢 所以你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了 Let's go 这个 放在那边边边的 哇 这个 不一样啊 OK 已经完成了 减乎一下 你看看 这个冷气机拿掉了过后 它可以在后面大概模拟出来的电线的排管 我画大个一点面积 刚刚我们测试的就是有关AI Eraser 2.0 Obo Reno 12 Pro在完成度未比三星来的高 多个场景测试下 三星频频发生误判的问题 导致AI合成出来的成像 Obo的表现会更为出色 当然我们也有测试有关AI Mapping 也就是通过图像直接抠图 你的人头、你的产品、你的动物等 都能通过长按的方式去抠图出来 当然三星也能这样操作 但是当你要导入去到另外一个应用 你就会发现到 Obo竟然有一个中转站名为Far. 你可以将所有抠出来的东西丢到中转站 再打开你要的应用程序 可以拖拉拷贝 硬器合成 非常方便 三星也可以 但它没有这个中转站 在操作方面就有一点麻烦 你是需要长按 你可以写成笔 或者是按住这个图像 用你另外一个手指 去打开另外一个应用 进行粘贴 一这样对比你就会觉得 Obo真的是方便太多了 Obo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当你在Screenshot网站 只要它识别的出那些文具 包括图像 你也可以通过多个拷贝 拖拉到你的中转站里面进行站 最后 Obo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 就是AI Studio 可以把你的人头像上载到上面 选择你要的风格通过AI合成 哇 整个天马行空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你要有画出来的感觉 还是在国外的氛围 都可以通过AI Studio 直接生成 通过刚刚AI测试 相信你们应该也看得出 Obo在AI优化这一块呢 它的错误率 失误率特别低 大部分优化的都非常的自然 毫无违和感 Obo的AI的确是蛮惊艳的 除了AI非常强以外 当然它也继承了Obo几个优点 就比如它的续航 你看这个Obo Reno 12 Pro 如此轻薄 里面住着一颗5000毫安电容量 加上工艺做了一个四曲面 所以手感方面你是无庸置疑的 第二点呢 继承了快充 支持80W SuperWatt三充 不用47分钟就能充上100% 再来还有一个非常强的就是 AI Link Boost 在网络方面 比如突然加WiFi断掉了 然后它可以很快的切换到移动数据 然后整个连接过程是无缝连接 连接更顺畅 或者是你在电梯卡帕一出门口 它的信号不是特别弱 它可以很快的Reboost连接上那个网络 就something来好像我们家的Router 你离开了你是不是会关掉Router 我会先骂他一轮 你会骂他一轮 干什么鸡蛋啊 炒了鸡蛋了过后 你就会关掉开锅 是不是要等一个很长的时间 所以这个ReLink的过程呢 就好像我们把这个网络 断掉再连接过 那个时间 把它说到极限化 所以你一组电梯 它可以马上连接回去 这个就是它的AI Link Boost的功能 看到吗 我们有try to restart那个Router 这个是最先接上这个WiFi 这个的话 它还在用着本身的Data 它还没有连接到WiFi 怎么不会自己连呢 然后我自己手动呢 那为什么它可以ReLink的那么快 就因为它采用了360环绕式架构 由9个独立天线组成 能够增强信号接收 并通过AI系统模型优化网络选择 根据用户的网络环境 进行灵活的网络切换 Reno 12系列还获得了世纪首个TOB 来因高网络性能认证 验证了其在所有测试的场景 提供流畅的网络体验 增强了其领先类别的连接性能信心 我们来做个总结 OPPO Reno 12 Pro 目前已经在大马正式开卖了 12-512 大马落地价为2599 通过这个AI的入侵后 OPPO的UI 整体的体验可以说是更Smart 可以让你的工作能力大幅度提升 而且陆续AI功能它会开放越多 可能用在Document 用在Photo 因为现在目前大部分的AI 都是集中在PhotoGraphy这一部分 还有AI Writer 还有AI Folder Folder Smart Folder等等 哎呀就很多啦 然后还有陆续就是在工作上的领域 还没有正式开发出来 相信之后全方位开发后呢 整体的体验又会再度提升一个高度 So 如果是你觉得这个AI入侵后 觉得 哎 感觉好像很好用啊 你很想试一下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去你附近各大OPPO旗舰店去了解一下 就这样子啦 拜拜